南科什中国小部第17届毕业季即将来临 六年级师生们希望能够留下一个特别的纪念 以庆祝他们的成就和时光 他们决定制作一面马赛克砖墙 将自己的名字和毕业日期刻在砖上 为后来的学生们带来回忆和启发 师生们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创作历程 他们用陶土和马赛克砖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马赛克砖墙 永久地留在学校的校园中 学生们分组合作 每组选择不同的主题和设计 创作出自己独特的砖块 这个创作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想象力 学生们在不断地尝试和失败中成长和进步 他们需要调整每块砖的大小和形状 以确保整个墙面看起来平衡和美观 他们需要将每块砖固定在墙上 用耐心和精确的手法将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案 最终 这些学生的作品被整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马赛克砖墙 这个墙上的砖块反映了学生们的个性和风格 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和创意 它代表了毕业季的喜悦和回忆 这个马赛克砖墙成为了学校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也展现了学生们对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支持和鼓励 这个砖墙将远远留在学校的校园中 为学生们带来回忆和启发 激发他们对未来的渴望和追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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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